大家好,我是田园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红糖发糕的做法 首先我们把50克的红枣 用开水浸泡15分钟后 把它们清洗干净 接着我们在大碗里面加入80克红糖 再加入230毫升的开水 然后用筷子把红糖搅拌至完全融化 红糖水晾至温热后加入3克酵母粉 接着我们把清洗干净的红枣去糊后 把它们剁成碎末 剁好后把它们也放到红糖水里面 然后用筷子把它们再次充分搅拌均匀 接着我们在红糖水里面加入大约260克面粉 然后用筷子把它们一直搅拌成这样粘稠的面糊就可以了 盖上盖子,让它醒发至两倍大 面糊醒好后我们先用筷子稍微搅拌几下 排出里面的空气 接着我们在小碗的表面刷上一层食用油防粘 然后舀入适量的面糊 再用勺子底部把它们轻轻的涂抹均匀 最后我们在表面再摆放一些红枣片就可以了 都做好后放入到蒸体内 冷水上锅 开锅后大火蒸25分钟 再焖5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出的红糖发糕像面包一样,非常的蓬松轩 还有一股浓浓的红枣香味 自己做的干净卫生,没有任何添加剂,吃着也放心 如果喜欢的话就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